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 欢迎大家收看开市感囊 首先跟大家跟进隔马外围股市的收市情况 美股各别发展 美国2月通胀温和 支持联储局对利率调整保持内战的立场 标普500指数和纳斯特克指数向上 至于杜瓊斯指数反复向下 最多跌128点 之后收窄跌幅 大收市要跌96点 报在25554点 而多过禁非波音737 MAX型号的飞机 股价连续第二天下跌 跌超过6% 拖累了导致下跌 波音两天 累计跌幅超过1.1% 创了2009年7月以来 最大的两天累积跌幅 至于标准普尔500指数 收市报2791点 上升8点 纳斯特克综合指数 收市报7591点 上升32点 至于美国上市的港股月托证券 各别发展 汇控制合港元报64.48 中移动报84.06元 中联通报9.7元 中人寿报21.35元 中海游报13.44元 中石游报6.61元 中石游报5.1元 欧洲主要股市是个别发展的 市场聚焦英国议会表决断欧方案 投资者的入市态度都是偏向审神的 伦敦富士100指数 收市报7151点 上升20点 法兰克福德斯指数 收市报11524点 下跌19点 巴黎剑指数 博5270点 上升4点 至于商品期货方面 油价是靠稳的 沙特阿拉伯官员表示 计划下个月将原油日产量 降至远低于1000万桶的水平 同时也将原油出口量 减至700万桶以下 另外美国能源资料处表示 预计今年 美国原油产量的增幅 会低过早前预期 平均日产量大约为1230万桶 都为油价带来支持 纽日期由收市报每桶 56.87美元 上升0.08美元 倫敦布兰特其油 收市报每桶 66.67美元 上升0.09美元 金价方面向上格 至于受到美元会员所带动 纽日期今收市报每盎市 1298.1美元 上升7美元 美元回价方面 美元兑港元报 7.8498 1元111.29 欧元1.1289 英镑1.3073 瑞士法郎1.0073 家园1.3355 澳元0.7064 樓元0.652 美国国负债券方面 10年期债券息率是2.61 30年期债券息率是2.99 接下来 接下来和大家跟进香港股市的情况 今早恒指高开3点 跌在28,924 但现在要转跌 跌在67点 跌在28,856 而国负指数跌在14点 跌在11,450 至于A股方面 看到主要指数暂时偏远 上证跌在14点 跌在3,045点 而深证跌在89点 跌在9,751点 而创业版指数跌在1.5% 跌在1,746点 跌在26点 好了 这一节也和大家跟进到这里 我们现在一车阵 稍后回来 还会有其他的直播环节 我们稍后再见 要财Moneyhunter提提你 现货黄金买入价 1,303.65美元 卖出价1,304.100美元 现货白银买入价 15.43美元 卖出价15.4795美元 以上资讯由要财Moneyhunter提供 9美元 加工 15.88美元 10亿 加工 加工